90%的家庭难以支付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正在做自杀式的资产推置 如果你不想自己新国赚的钱 收水贬值 今天这段视频我建议看完 人间六成资产被锁定在房产中 而除了房产之外 我国居民的家庭资产 大部分都存在银行里 近十年来 全国的房产价格平均上涨超200% 如果你家里的资产主要是房产的话 财富挡个200%真的是太正常不过 但随着政策发生变化 房产市场温水煮青蛙 房贷率率逐渐增高 银行放款越来越难 以及房产税的逐步推广 一旦房价市场不稳 大部分的中产家庭 财富必将把握缩水 但很多人却依旧把房子 当做抵御风险的最大资产 比如卖房支币 卖房还账等等 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那把钱存在银行 又有什么风险呢 四个字货币贬值 80年代的北京 买到四个月大概1万块钱 当时的万元户 甚至比今天用1000万存款的人更少 假设累的时候 有人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钱 可以退休了 他把1万块钱在银行存40年 过了40年后 他能取出多少呢 假设他存的是定期的银行利息 40年后的今天 只能取出6万块 相当于你存一套四合院进去 取出来却还不到一个洗手间 这就是货币贬值 但随着全球的大范围 大规模放水 今天的货币贬值速度 变得比以往更快 那普通家庭的我们 要如何争取规划你的家庭财富呢 往下看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最科学稳健的家庭资产管理方式 贫资产 按比例分四个账户 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 来分下风险 达到资产配置的最高境界 平衡 少了任何一个 就随时有党下的风险 第一 现金资产 这个账户每个人都有 就是保证家庭短期开箱 每个月的固定支出 第二 保障资产 一般占家庭资产的20% 用意外重极保障 专门解决突发的大额开支 比如重极险 银鸟险等等 第三 投资资产 目的简单粗暴 就是为了钱省钱 比如基金股票等 切记 要赚得起 要亏得起 无论盈亏 对家庭不能有致命性的打击 第四 就是稳健资产 比如年金 或者增额终身受险 信托 债券内 这是一笔长期收益的稳健资产 特点是 本金安全 收益稳定 持续增长 还能领域通货膨胀 用养老或者子女教育 每个人都期望一夜报复 但现实是 能跟上社会的脚步 依然让我们筋疲力竟 二年二愿意前程四季 幸福健康